特朗普打贸易战,把中国产品分成四类。第一类总值500亿美元,于去年年中开始征收25%关税,属中国的高科技产品。第二类总值2000亿美元,则是中国品牌的一般产品。去年9月开始征收10%关税,5月10日开始加置25%。第三类总值3250亿美元。 仍未征税,但是,特朗普说如果在G20高峰会议上看不到习近平会马上向这批产品征收25%关税。 这批产品多是美国品牌,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然后运回美国销售。第四类产品是稀土与部分中国独有的药品,至今仍未提起征税。目前正在招股,准备上市的英普精密工业1286正好是第一类。 事首当其冲,早在去年年中就面对25%关税的中国企业。 日前,我有机会与该公司管理层见面。当然,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们如何面对贸易战。影响有多大。 答案是英普与其客户各自负担部分关税。客户负担的比例多一些。达三分之二,理由是英普是一家精密度很高的融无铸造供应商。 竞争力极强,而英普的财务报告也显示2018年的利润。 依然比2017年高。除了美国,英普另一批主要客户来自德国。没有贸易战,业务依然强劲增长。英普让投资者知道中国,也有能力生产高精密度的融无铸造品。 只可惜,目前英普的主要客户集中在美国与德国。这说明中国市场仍未有如此高精密度产品的需求。 整体而言,中国的精密机械水平依然大大地落后于美国。 德国,港交所三百八股价在近日表现得相当不错。 阿里巴巴有意回来香港上市。引起不错的憧憬。 憧憬的不单是阿里巴巴回来香港上市。 而是大量正在美国上市的中之股,也有可能来香港上市。 此外,相信更多本来有意到美国,上市的中之股会改变上市地点。 由美国转到香港以备中美贸易战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